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闻串串烧 小王 这些日子哪儿去了 我们节目的粉丝都在问呢 不好意思啊 这些天忙着准备双十一呢 所以就没有出镜 双十一 你也过光棍节 网购了多少 就知道光棍节 你也没单着呀 怎么光想光棍节呢 双十一不过光棍节 难道十一月十一日 还有别的含义 哎 红潮发明的这个双十一 娱乐性节日啊 让人们都忘记了 其实呢 十一月十一日是一个 对全世界都很重要的日子 什么日子 1918年的十一月十一日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日 到了2018年呢 正好一百年 所以啊 今年的十一月十一日这天 是一战停战一百周年的纪念日 几乎全世界都在这一天 举办了纪念活动 啊 原来这么重要的日子 可大陆新闻提都没提啊 中国人好像只知道这一天是光棍节 这就是中共喉舌的功劳了 让你知道什么 不知道什么 完全由它来操控 没错 就是这如此重要的日子 不仅中国人少有人关注 就连中共的领导人也无人问津 今年的十一月十一日 有大约七十名各国领导人齐聚法国巴黎 可中共的政府却没有任何一人参加这次纪念活动 那是人家没邀请吧 其实中国在一战期间除青岛外 虽不涉及大面其本土开战 但也是有人缘伤亡的 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不仅是宣战国 而且向战场派出了大约十四万劳工 其中两万人牺牲 是的 那个天天高喊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极权政府 居然在这全世界纪念和平的重要时刻 带领着自己的人民欢怒光棍节 唉 不过也对 中共现在在国际上四面楚歌 可谓孤家寡人 也算是个光棍了 谁说中共是光棍了 除了非洲一群丐帮小兄弟 还是有个把朋友的 这不最近就有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来访 哦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没剩几个了 你说的这个老朋友是谁啊 当然是美国的基辛格了 哟 这可真是一位老朋友了 他活过了毛泽东 又活过了邓小平 见过江蛤蟆 汇过胡锦涛 直到习近平 1971年基辛格访华 为中美拉梅牵线 把美国拉上了与中共同床异梦的道路 在中美合作的温床上 你做你的民主梦 我做我的中国梦 47年过去了 一朝天光大亮 美国人终于醒了 中国梦也做不下去了 没错 时间证明 凡是同床异梦硬装睡的 谁都别想睡好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 也终于明白了这一点 他在初期新加坡召开的 创新经济论坛上发言说 中国需要超越自己的旧制度 说明白点 就是呼吁中共体制必须被抛弃 那除了吉辛格来华 在中美贸易战震撼之际 刘鹤也悄悄潜入 之所以说是潜入 是因为这次行动相当低调 官媒均为予以报道 11月13日 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 能否证实刘鹤 9日与美国财长美努钦通了电话 刘鹤是否即将赴华盛顿 与美方进行经贸谈判呢 哦 那外交部是如何回应的呢 哎 这位记者很不幸 那天外交部记者会是华春莹主持 华春莹号称盟盈 对于记者的提问 盟盈使出招牌打法 顾左右而言他 说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最近通了电话 双方同意两国经济团队 要加强接触 磋商 哎呦 你这答的什么呀 人家的问题是 刘鹤是不是要赴美谈判 那你自己猜咯 你知道吗 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 近来闹乌龙了 怎么 巴基斯坦总理 伊姆兰汉月初访问北京的时候 去中共中央党校演说 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 负责实况转播 却闹出了一个大笑话 在荧幕的左上角 本来出现北京的英文北京 结果出现在荧幕上的 却是乞讨bagging一次 这事也巧了 本来这次伊姆兰来北京 正是为了寻求资金援助 看来这个bagging 虽说是操作失误 其实是歪打正着 一个来要钱 一个去撒币 这个bagging 简直就是中巴友谊的 画龙点睛之笔啊 除了满世界撒钱 中共的满世界叫买 也创了历史先河 等等 叫买 我只听过有叫卖的 没听过有叫买的 所以怎么说 中共创了历史先河呢 在上海举行的 为期六天的进博会 就是叫买啊 因为北京希望利用 此次活动 制造一个强大的 全球买家形象 宣称进博会期间 创造了578亿美金的 进口贸易订单 这我就不懂了 这叫卖吧 你就是赔了本 还能赚个腰喝呢 至少还有个广告效应 这劳民商财搞得 这么大的一个进口博览会 就为了叫买 这除了展示烧钱 对扭转赵党经济困局 并没有任何意义啊 没错 这场被党媒称为世界上 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 叫买闹剧 智商之窝 无人超越 无人模仿 不止如此 外媒更爆出 一些出席签约仪式的 外企高官 竟然是赵党过来的演员 没错 一名外国与会者 对路透社透露 他与他所代表的公司 毫无关系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 你在签约仪式上 看到的一切 都是演戏或闹剧 我实质上啊 是一名演员 在进博会期间受雇 为了给外界 留下国际合作的印象 哎 看过了进博会才知道 神马好莱坞大片 神马日本大和剧 神马韩国偶像剧 跟赵党政治秀比起来 神马都是浮云啊 近日 有香港立法会议员爆出 一段十年前上载的六四短片 突然遭YouTube禁播 原因是收到无线电视TVB的投诉 说短片中引用的 约三十秒的TVB新闻片段 涉及侵权 哟 这是说TVB的维权意识太强大了 连十年前的三十秒片段都不放过 还是说TVB的维权意识太不强大了 都过去十年了 现在才想起来维权 都不是 据该议员透露 YouTube收到的TVB投诉只是一例 其他类似YouTube的网络公司 也都在最近收到TVB投诉 致使一些短片下架 这些被下架的片子共同点 都涉及六四 等为赵党所忌讳的政治敏感内容 其实啊 这无线电视台TVB早就姓党了 持有TVB26%股份的商人 李锐刚是赵党党员 曾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 办公厅主任 以及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总裁 不过从上述TVB近期一连串 密集的投诉撤片动作看 这党性是越发的攻心入随了呀 没错 网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有网友分析 因为明年是7632年 所以从现在开始收紧舆论 等等 你又穿越了 明年是7632年 我没穿越 网民们把明年称为7632年 因为明年2019年正式 中共建政70周年 中共入葬60周年 六四事件30周年 以及镇压法轮功20周年 七六三二 哦 明白了 明年是中国人的浩劫周年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次的 大陆新闻解冻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